或许您已经听过Backdoor和声进行 或是Backdoor2-5 那它究竟是什么 它能给我们的音乐上座带来什么奇葩 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聊聊 Hello大家好 这里是导古音符的小胖 Backdoor所谓的后门进行 肯定是得默认先有一个正门的前提下 对吧 这个正门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251 那251在爵士中是如此的经典 以至于它几乎是所有爵士教材 叫的第一个和声进行 也以至于它在流行歌中 也如此的突变 那251背后逻辑是什么 它为什么能成立 OK在大调自然音箭中 听 刚刚这句话的意思是 我们不要出现升降号 我们让所有主成音都落在 Dolimia Sola C里 那251会变成这样 以西大调为例 它就是这样 那么这一串为什么能成立 首先是G7到C的解决 这个5到1级的解决方式 是如此的常见 甚至可以追溯到 巴洛克斯基 甚至是16世级 那个时候的作曲家叫它 正格中子 注意 正格中子的英文 要么是authentic 正宗的 要么是perfect 完美的 也就是说 那个时候的人们觉得 这种方式就是最好的了 那么5到1这部分 没啥意外 既符合直觉 当下流行歌用的也多 还有古典作曲家认证 接着DM到G7这一步 聪明的你肯定发现了 其实这里也同样满足 从5到1级 因为如果你把G7看成1级 那么DM就是它的5级 那这个从5度圈 看起来会比较直观 也就是说 251可以认为是连续两次 从5级解决到1级的过程 当然在爵士业中 251通常会变成这样 那么聊完了251这个正门进行后 今天的主角后门进行 又是怎么样了呢 那它是这样的 如果以西调为例 它会变成这样 这个后门进行的背后 那又是什么逻辑 首先 如果你仔细观察前面这段 你会发现 它们其实可以被看作是 2级的小七和弦 还是5级的俗七和弦 但如果你真的这么看 那么它们如果后续走一个251 最后的1级 就会解决到降1上 然而事实上 它没有解决到降1 而是出乎意料地来到了c 那它为什么可以这样 那一方面的解读是 后门进行和251 有些音是一样的 比如它们俩都包含了refa 那就像正格中子那样 z属七中的fa有强烈回归到mi的冲动 同时c有强烈回归到do的冲动 那这就给z七到c带来了合理性 那类似的 降b属七中有一个降拉 它同样也有强烈回归到so的冲动 当然fa也想强烈回归到mi 所以这也给降b属七解决到c带来了合理性 此外 fn7和dm7也有共同的音 那从另一方面的解读是我们也可以把后门进行解读为是modal interchange的一个形式 那modal interchange我们本期不谈 那你可以简单理解为是在借用平行调的和弦 比如c大调临时借用了c小调的和弦 那你想一下按照251来走 它本来是会解决到降1 而降1大调的关系小调是cm 所以你可以理解为是他俩是走在c小调上的 当他尝试解决到他们的主和弦也就是cm时 忽然解决成了大c 那其实就是c小调临时借用了c大调的和弦 那这就是modal interchange的一个形式 那如果这点没明白没关系 我们以后有机会再单独聊这个 先简单说明一下 本期所有的和声都用极数表示 极数字母的大小写分别表示大小和弦 那比如大写v是5级的大三和弦 那小写的iv就是4级的小三和弦 那这样就不用出现m了 那先看看实际的例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看到我们在山寐 看我们在山寐 处理在黄尔的白天 想着马云和跟马云跟文字 told only to the winds felt even without being said look at me i'm as helpless as a kitten up a tree and i feel like i'm clinging to a cloud i can't understand i get misty just holding your hand i want to i want to there will be many other nights like this but i'll be standing here with someone new there will be other songs to sing another fall another spring there will never ever be another you i want to 假如我不知道後門進行了配置四個小解 我可能會把第二個和弦配成這個 我們帶來聽聽看 那我們再來聽聽這首歌的老版本 感受一下美妙的弦樂 and I'll be standing here with someone new there will be other songs to sing another fall another spring But there will never be Another When by the phone And then you sit You very soon In your mind realize That it's not just an ordinary pain In your heart 那后面这段听多了 我总觉得像传调 低音总觉得是resola 而不是发降息和do OK我们可以看到在上面几个例子中 除了本期主题后门进行外 聪明的你们应该都意识到 他们基本都共同出现了这样的结构 这样 他们本期除了后门进行以外的一个额外支持点 这是以四级或者六级作为一级的251结构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平白无故会冒出一个五级小和弦 这个组成音在自然大调以外的和弦 也解释了为什么会冒出一个七级和弦 在第一首Steve Wonder的例子中 我觉得可以把四级小和弦 也就是后门进行的第一个和弦 理解为四级251中的1 又或者理解为四级251只出现了25 那没解决到1 然后再接后门进行 在第三首例子里 后门进行的第一个和弦 变成了大和弦 那这是OK的 从四级251的角度看 它完整解决完了 所以这两个例子有各自的呈现方式 当然在第二首MISTI中 四级251和后门进行 就都是完整呈现的了 从上面的几个例子中 我相信五级小和弦和四级小和弦的出现 是大家觉得眼前一亮的地方 是因为它们都包含了自然音阶以外的音 所以会获得一种离调的新鲜感 但通过上面解释 大家应该都明白了 这些离调的音并不是胡乱出现的 而是有理可循的 这才能又意外又好听 当然如果你不想追求这么多离调的音也行 下面这个例子 我估计大家都听过 那像这类例子 是前两个和弦都变成了二级和五级 那当你以为这就是一个传统的251时 它突然又解决到了六级大 这类例子我们更能感觉到是在做Model Interchange 也就是大调借用了小调的和弦 那这种做法在日记歌曲 ACG音乐中都非常常见 当然如果我们把最后三个和弦都一起考虑 那就可以理解成这是一个后门进行 那往后发展的话 我们既可以借用这个契机来完成转调 也可以回到原来的调商 好了 这大概就是关于后门进行的一些内容 那如果觉得还不错 记得转发关注和三连哦 我们下期再见啦